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獨顧球件 在今天大盤中場以下跌121點坐收 我們已經連續從 週一跟週二的時間預告說 三天之內你一定會看到一次 反向偏空操作的一個機會 那 今天 瞬間一個像他擊殺 那 幾短波關於整個後世 那 我認為還是回來我們前幾天跟大家講的 這邊只是第七波的轉折 那 不過今天一個像他擊殺的一個動作 已經初步確認了 我說 盤式格局的末波的高點 就在這裡前後 那 以今天的這個成交量殺盤 過程裡面成交量進行一個量縮 那 還是一個多方量價 所以我說 這一個多頭的上升趨勢軌道 還沒有跌破 主要的原因就是 為什麼會跟大家說這只是七轉 很可能是第八波回撤 還有一個陌生第九 那 量價結構是主要 好 這個盤式格局 我認為還不是真正的反轉空氣 主要原因 好 但是呢 呃 在這樣的一個 事先把策略 也擬好 把大盤每一波段的轉折 那以及整個壓力帶 事先預告 好 也擬出一個比較合理的交易策略 我們是不是從上個禮拜開始跟他預告 我們現在開始要去尋找黃金概念股 去做一個追蹤 好 那 昨天是我們首次跟大家報告到 加隆這檔股票 好 今天是直接跳空漲平板 好 今天直接跳空漲平板 好 關於加隆明天你不要去進行個追加 會有一個前一波短套的一個壓力 好 但是呢 既然時間波的一個轉折 今天 呃 資金的脈絡就是跟隨著紐約金去操作這檔股票 那 紐約金的一個策略 在我們中期區事 我告訴大家 是說 1377站穩之後 大長線的一個高點在 這個 1650 應該是一個主升段會看到的位置點 那未來如果還有震盪的機會 請大家去掌握 這個黃金板塊切入的機會 好 好 那 劉老師不是見骨 但是 主要還是要提醒到大家 好 這是昨天我們講的 那 黃金為什麼漲 最主要是在今年下半年 全球央行的降息的動作 看起來已經勢在必行 尤其在7月下旬 很可能 呃 這個是長久的一個升息循環 之後 美國聯邦 FOMC會議 準備要第一次降息的時刻點 那 呃 正式會議結束一個說表的歷程 市經紀錄的過程開始進行的放水 那 大家千萬不要看到這一則消息 就認為是一個利多消息 那 我已經不斷的把這個2000年 2008年 呃 這個 FOMC會議 持續的降息的過程裡面 股市走的這個崩盤的 呃 這個現象跟大家講了 好 所以我們也跟大家講過了 在2000年 這個 剛降息的那個 起始點 它都有一個短談 包含2007年年底的11月那個時間點 開始降息的時刻點 它有一個短談 但是 從那個時間點 就從9859崩盤 到了3955 好 那所以 來到這個位置點 我要大家特別謹慎的是 因為這裡是一個大長線反轉點 所以這個位階來講 齁 我們 即便看到了 如同我預告的話 昨天告訴大家 這邊可能小結構都還是在一個第四波 那你已經要注意兩天之內短空訊出現了 對不對 果然如同我們預告 今天直接帶跳空的方式 甚至有兩日倒轉的一個形態 好 但是你請大家不要去過於急躁齁 今天果然出現我們預告急殺了齁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一波的短期 這五天的量價結構 全部都是多方上漲 就是增量下跌就量縮 我認為它還在一個小四波 而且今天剛好來到這個 下方平行軌道的支撐 就有一點點微微縮腳 好 那所以策略上面還是請大家 這個等待陌生第五 當然禮拜一沒有斷籃的直接去布空 你會覺得很可惜 我們都提前研判出來 但是本來如果真的看到這一根的黑黑下探 我們也要補一筆空單的 那為了這個節奏 統一讓大家對於波段單的這個 持有的效率比較高一點點 我們乾脆就等著末波第五 真的彈高起來再去做布空 但是我是不是提醒到大家提前布空 買黃金股幣先 好這個是我先講一下 這個是非常慢導體 這昨天看起來這還是一個 第七小狼的震盪回撤 那其實這個頭肩底型都還熟穩 所以在昨天美股上漲過程裡面 由於廢半的走低也造成今天台股相對是 也較為弱勢 但是整個趨勢的走勢都到現在為止 所有均線都是奪防 而且這個指標配的現象 還沒有出現 所以這個高點 我認為廢半都還會在 這1531的高點還會再過一次 我們再來去尋找空間 這個布空的一個時刻點 但是這是昨天 廖老師跟大家預告 昨天這個收盤在19.2 差一點點來到0.618的一個位置 好那我提醒到大家 黃金組身段已經確認了 那現在就注意壓回0.618 19塊錢這個位置 是不是就是我們標示的 這0.618位置 對不對 好那今天呢 加隆直接跳空漲停辦 好收盤已經來到21塊1 好這就是我們所有的轉折 全部預告在前 不是今天漲停在跟大家講的 好那明天呢 在21塊5這個缺口以上的位置 剛好是前期這個 每天的1萬張以上的一個 大量的一個位置點一個短播 的一個壓力帶 如果開高這個位置點 你先觀察 可能會面臨壓力 會有短播的震盪調整 等回測震盪 那甚至於上月不破滴 好那這黃金板塊 可能是一個最後切入的機會 也提供所有的支票做參考 預祝大家在明天的時間點 交易順利 謝謝 謝謝